大家好,我是Positivity Channel的主持人Cigely 今天,我們將帶您探索中國陶瓷藝術的奇妙世界 這50件陶瓷作品代表中華文化的豐富歷史和價值 從唐代的三彩又陶到明清的青花詞 每一件都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 來訂閱我們頻道,現在就讓我們一同追尋陶藝之旅吧! 元清花四季文梅瓶,設計著魏元代陶藝大師,創作於元代 在最近的拍賣中,這件古陶瓷以2500萬美元的天價成交 刷新了元代青花詞的拍賣記錄 傳說中,梅瓶的四季文式寓意著自然的循環和生命的輪迴 成為中國陶瓷藝術的頂尖之者 明永樂清花五龍梅瓶由明朝宮廷工匠創作於永樂年間 最近以3800萬美元的高價成交,成為明朝青花詞中的真品 梅瓶上許許如生的五條龍,象征著皇室的權威和榮耀 展現了永樂清花詞獨特的深藍色調和卓越的繪畫技巧 明宣德清花龍文罐,製作者為明代宣德皇帝御用瓷工,創作於宣德年間 估值高達5200萬美元,是宣德時期清花詞中的極品 罐子上的龍文栩栩如生,傳說中是宣德皇帝親自參與設計 象征皇權和吉祥,成為中國陶瓷收藏的瑰寶 唐三才瑪塔菲燕,唐代工匠製作,創作於唐代 這件真品以1200萬美元的價格成交,展現了唐代陶瓷工匠高超的藝術水準 瑪塔菲燕是唐代陶瓷獨特的裝飾風格 傳說中代表和諧與幸福,是唐代陶瓷的西式製作 唐代荷花喜,由唐代工匠創作 市值高達800萬美元,這個白瓷荷花喜以其純潔的白色和精美的荷花圖案而聞名 傳說中,荷花代表著純潔和高貴 而這款洗漱器的製作工藝,則代表了唐代陶瓷的製作水平的巔峰 宋觀瑶天清又眉瓶 宋代官瑶工匠創作,創作於宋代 這款天清又眉瓶以2300萬美元的價格成交,是宋代官瑶瓷器中的精品 官瑶天清又瓷器因其生成的青色右面而備受推崇 眉瓶上的梅花圖案栩栩如生,傳說中,梅花象征著堅珍和純潔 宋一星瑶刻花眉瓶,宋代一星瑶工匠創作 這款刻花眉瓶以2800萬美元的估值成為宜星瑶瓷器中的真品 宜星瑶以其創新的刻花技術而著稱,眉瓶上的花卉文是栩栩如生 傳說中每一個花文都代表著不同的寓意 明家境五彩神獸文梅瓶,由明朝宮廷工匠創作於嘉境年間 這個五彩神獸文梅瓶曾以3500萬美元的天價成交,成為明朝五彩瓷器的傑出代表 梅瓶上會有栩栩如生的神獸,傳說中這些神獸有護手宮廷的神秘力 清康熙粉彩三羊開胎大碗,由清康熙年間工匠創作 這個粉彩大碗的市值高達4600萬美元,是清代康熙瓷器中的精品 晚上會有三隻歡凍的小羊,象征開胎之意 寓意著家庭兴旺和幸福平安 清乾隆粉彩人物故事文盤,由清乾隆年間宮廷工匠創作 這個粉彩盤以3200萬美元的拍賣價成交,是乾隆時期瓷器中的真品 盤子上會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 傳說中是根據宮廷文學作品創作而成,展現了乾隆時期瓷器繪畫的高超記憶 明虹五青花雲龍文梅瓶,由明朝宮廷工匠設計,製作於明虹五年間 這個雲龍文梅瓶,在最近的拍賣中以3300萬美元成交,成為明代清花雌中的瑰寶 梅瓶上繪製的雲龍象征吉祥,傳說中這些龍具有守護和庇佑的神奇力量 虹五青花雌以其清新的設計和細緻的繪畫而備受推崇,是中國陶瓷史上的傑出之作 唐代三彩葫蘆瓶,由唐代搖弓創作,製作於唐代 這個三彩葫蘆瓶在拍賣市場上以1500萬美元成交,是唐代陶瓷藝術的卓越代表 葫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為吉祥的象征 而這個瓶子的設計,巧妙地展現了唐代陶瓷工匠的藝術之名 傳說中,持有者將獲得好運和長壽之福 宋代君堯天青柚盤,由宋代君堯工匠製作,年代可追溯至宋代 這個天青柚盤在市場上的估值高達2000萬美元,是宋代君堯瓷器的傑出之作 君堯天青柚以其獨特的色澤和質地而著稱 這個盤子上的文室展現了宋代瓷器的純粹與雅致 傳說中,這樣的盤子被認為是吉祥和繁榮的象征 《元代龍泉青瓷花卉文盤》由元代龍泉搖工匠設計製作 這個龍泉青瓷花卉文盤在拍賣中以2600萬美元成交,是元代龍泉瓷器中的珍品 盤子上的花卉文室生動自然,傳說中每一朵花都代表著不同的寓意 為觀賞者帶來喜悅和幸福 清康熙青花福禄壽三星大碗 由清康熙宮廷工匠設計製作於清康熙年間 這個清花大碗的估值高達4800萬美元,是清代康熙瓷器中的珍品 碗中會有寓意吉祥的福禄壽三星圖案 傳說中使用者能得到福禄壽三星的必用 康熙青花瓷以其深邃的青色和精緻的繪畫而備受推崇 是中國陶瓷收藏中的佳作 唐代黑幼天目茶碗 唐代搖弓創作製作於唐代 這個黑幼天目茶碗在拍賣市場上以1200萬美元成交 是唐代茶具的珍品 茶碗采用獨特的黑幼技術 呈現出猶如天目般的紋理 傳說中飲用這樣的茶水能夠增添身體的活力 唐代陶瓷以其簡約的風格和實用性而受到讚援 明宣德幼理紅眉瓶 由明宣德皇帝御用瓷工設計 並製作於明宣德年間 這個幼理紅眉瓶在最近的拍賣中以3600萬美元成交 是宣德時期瓷器的傑出代表 眉瓶上的紅色幼理紅 傳說中代表著宮廷的瑰麗和富貴 這樣的瓷器在藝術品市場上備受追捕 明城化青花蓮花文瓶 由明城化十七工匠設計 製作於明城化年間 這個青花蓮花文瓶 在拍賣會上的成交價高達2400萬美元 是明代青花瓷的真品 瓶身以蓮花文式寓意純潔高雅 傳說中每一朵蓮花都代表著不同的美好寓意 成化青花瓷因其獨特的設計和精湛的工藝而備受讚援 元代白柚苗金花卉文碗 由元代工匠設計並製作於元代 這款白柚苗金花卉文碗 在市面上的估值高達2200萬美元 是元代瓷器中的西式之寶 晚上會有精美的花卉文式 白柚與苗金的完美結合 傳說中使用者能夠得到花開富貴的祝福 元代白瓷因其純潔素雅的外觀而備受歡迎 是中國陶瓷的經典之一 青雍正粉彩開光人物文碗 由青雍正宮廷工匠設計製作於青雍正年 這個粉彩人物文碗的市值達到3000萬美元 是雍正時期瓷器中的精品 碗中會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文士 傳說中這些人物代表宮廷的榮耀繁榮 雍正粉彩瓷以其絢麗的色彩和高超的工藝而備受收藏加追捧 唐代三彩葡萄紋梅瓶 由唐代工匠精心創作 這款三彩梅瓶在拍賣市場上 以900萬美元成交 成為唐代陶瓷中的西式之寶 梅瓶形狀優雅 表面會有生動逼真的葡萄圖案 傳說中寓意著豐收和富貴 唐代的陶瓷工匠 以其對色彩運用的獨到見解和精湛的技藝 創造出這件融合了藝術與實用的杰作 宋觀瑶天青幼竹葉文瓶 是宋代觀瑶工匠巧奪天工的心血之作 這個天青幼瓶的市值高達1800萬美元 是觀瑶瓷器中的瑰寶 瓶子上的竹葉文是 許許如生 堂福搖曳生姿 傳說中竹葉象征著青雅和堅韌不拔的品質 這使得這瓶成為宋代觀瑶青瓷的代表之一 受到了當時宮廷和文人雅士的喜愛 《圓代龍泉青瓷握牛文碗》 是由圓代龍泉搖工匠匠心獨運的傑作 這個握牛文碗在市面上的估值高達1200萬美元 是圓代青瓷中的真體 碗內必會有一頭優雅握姿的牛 寓意著牛年平安祥和 龍泉青瓷以其特有的青綠幼色 和簡約大方的造型而著稱 這個握牛文碗是其代表作之一 傳承了中國傳統陶瓷的精彩 明正德 幼理紅梅瓶 由明朝宮廷工匠清新打造 這個幼理紅梅瓶曾以3300萬美元的高價成交 是鄭德時期瓷器的傑出代表 瓶身是以鮮艷的幼理紅彩 會有細膩的梅花圖案 傳說中是為了表達對鄭德皇帝的敬感 這件梅瓶不僅是公益的傑作 也承載著對當時社會政治的獨特見解 青康熙青花福禄獸三星大碗 是青康熙宮廷工匠精湛手藝的結晶 這個青花大碗在市面上的估值高達2500萬美元 是康熙時期瓷器的極品之一 碗內會有三位神仙 分別代表福禄獸三星 傳說中是為了祈求家庭幸福安康 青花瓷器以其清雅的色調和深刻的寓意而備受珍藏 這個大碗是康熙時期宮廷瓷器的傑出之作 唐代三彩歌行壺是唐代工匠智慧的結晶 這個三彩歌行壺在拍賣市場上以1000萬美元成交 是唐代陶瓷工藝的傑出代表 壺形獨特造型逼真的鴿子成為了把手 傳說中像指和平與明鏡 唐代的陶瓷工匠在這個作品中 巧妙地結合了實用性和藝術性 展現了唐代陶瓷的創新精神 明虹武青花銳瓷售紋媒瓶 是明虹武宮廷工匠巧夺天工的傑出之作 這個青花銳瓷售紋媒瓶估值高達2700萬美元 是虹武時期瓷器的瑰寶 瓶身會有祥瑞的銳瓷 傳說中是為了祈求皇室的吉祥和繁榮 虹武時期的青花瓷 以其濃艷的藍色和華麗的紋飾而著稱 這個媒瓶是其代表作之一 青乾隆粉彩瘦字文媒瓶 是由青乾隆宮廷工匠巧妙設計的精品 這個粉彩瘦字文媒瓶 曾以3000萬美元的高價成交 是乾隆時期瓷器的真品 瓶身會有瘦字文 傳說中代表長壽與幸福 這個媒瓶不僅在造型上疊具匠心 還在寓意上具有深遠的文化內涵 體現了乾隆時期瓷器的高度文化品味 元代龍泉青瓷葫蘆瓶 是由元代龍泉窑工匠傳承的寶貴技能 這個青瓷葫蘆瓶在市場上的估值高達1500萬美元 是元代青瓷中的瑰寶 瓶子造型獨特 形狀如葫蘆 傳說中是為了祈願豐收和幸福 龍泉青瓷以其深邃的翠綠幼色和質樸的形質 而受到青瓷愛好者的喜愛 這個葫蘆瓶是其代表作之一 明宣德宥理紅雞鋼瓶 由明宣德宮廷工匠巧諾天工的創作 這個宥理紅雞鋼瓶的市值高達3500萬美元 是宣德時期瓷器的傑出代表 瓶子採用宥理盆工藝 瓶口略顯張開 形狀宛如雞鋼 傳說中 激剛寓意著吉祥如意和豐收富貴 這個瓶子既展現了宣德時期瓷器工藝的精湛 也表達了當時社會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唐代三彩葡萄文梅瓶 唐代工匠創作 這件葡萄文梅瓶在拍賣市場上的成交價高達1500萬美元 是唐代三彩瓷器的真品 梅瓶上栩栩如生地描繪了葡萄藤纏繞的景象 傳說中這葡萄寓意著富饒和豐收 唐代的三彩瓷器以其豐富多彩的幼色和生動的圖案而聞名 這個梅瓶是那個時代工匠記憶的傑出體現 宋官窑天青柚竹葉文瓶 宋代官窑工匠創作 這個天青柚竹葉文瓶的市值高達2400萬美元 是宋代官窑瓷器中的瑰寶 瓶身上已深沉的天青柚會有優雅的竹葉文 傳說中竹葉象征清雅和高潔 官窑天青柚瓷器因其獨特的幼色而備受青睞 這個瓶子則是當時官窑工匠精湛記憶的傑出代表 宋代龍泉青瓷臥牛文碗 由宋代龍泉窑工匠創作 這個龍泉青瓷臥牛文碗在市面上的成交價高達1800萬美元 是宋代龍泉青瓷的真品 碗底會有栩栩如生的臥牛圖案 傳說中臥牛寓意著安寧與祥和 宋代龍泉青瓷以其朴素的風格和清脆的幼色而受到青睞 這個碗子是當時陶瓷工匠匠心獨運的傑出之作 明永樂青花魚棗文盤由明朝宮廷工匠創作 這個青花魚棗文盤曾在拍賣市場上以3200萬美元成交 是明代青花瓷中的西式之寶 盤面會有栩栩如生的魚棗圖案 傳說中這些魚棗象征富饒和豐收 明代的青花瓷因其獨特的藍色幼料而備受推崇 這個盤子是宮廷工匠精湛技藝的傑作 青康熙粉彩花鳥人物文盤屏 由青康熙年間宮廷工匠創作 這個粉彩花鳥人物文盤屏的市值達到4300萬美元 是康熙時期瓷器中的爵士製作 梅屏上會有精美的花鳥人物文 傳說中這些圖案代表著豐富和幸福 康熙時期的粉彩瓷器以其豐富的色彩和精緻的繪畫 而受到宮廷青睞 這個梅屏是當時此意巔峰的象征 唐代三彩長頸屏 唐代工匠創作 這個三彩長頸屏在拍賣市場上的成交價高達1200萬美元 是唐代陶瓷中的傑出代表 瓶頸上會有生動的人物和動物圖案 傳說中這些圖案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繁榮和活力 唐代的三彩瓷器以其多彩的幼色和生動的圖案而著稱 這個瓶子是當時陶瓷工匠藝術創作的傑出之作 宋觀瑶天青又荷花紋盤 宋代觀瑶工匠創作 這個天青又荷花紋盤的市值高達2600萬美元 是宋代觀瑶瓷器中的絕世之珍 盤子上會有細膩的荷花圖案 傳說中荷花象征著青雅和高潔 觀瑶天青又瓷器以其清脆的幼色和獨特的紋飾而備受推崇 這個盤子是當時觀瑶工匠匠星獨運的典範之作 元代龍泉青瓷花卉文憑由元代龍泉瑶工匠創作 這個龍泉青瓷花卉文憑在拍賣市場上的成交價高達1700萬美元 是元代龍泉青瓷的精品 瓶身上會有精緻的花卉圖案 傳說中這些花卉象征著美好的未來和繁榮 元代龍泉青瓷以其朴素的風格和清脆的幼色而受到青睞 這個瓶子是當時陶瓷工匠匠星獨運的傑出之作 明宣德佑里紅花卉文梅瓶由明朝宣德年間宮廷工匠創作 這款佑里紅花卉文梅瓶曾以3900萬美元的高價成交 是明朝宣德瓷器中的絕世之榜 梅瓶上以佑里紅會有繁複的花卉文 傳說中每一朵花都代表著不同的美好玉璃 宣德佑里紅瓷器以其豐富的紅彩和高度的繪畫技巧而備受推崇 這個梅瓶是當時宮廷工匠技藝的傑出代表 青康熙青花蝙蝠文梅瓶由青康熙年間宮廷工匠創作 這個青花蝙蝠文梅瓶的市值達到4100萬美元 是康熙時期瓷器中的真品 梅瓶上會有活潑的蝙蝠圖案 傳說中蝙蝠寓意著幸福和好運 康熙時期的青花瓷因其深邃的藍色和獨特的紋飾而備受宮廷青睞 這個梅瓶是當時瓷器工匠藝術創作的精華之一 唐代三彩歌星碗由唐代陶藝將設計 這支歌星碗最近一次的拍賣中以950萬美元成交 成為唐代三彩瓷器的真品 碗中會有栩栩如生的歌子 傳說中歌子代表和平與和諧 為古代人們祈求吉祥和幸福的象征 陶藝將人透過細緻的彩繪技藝 將唐代時期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表現得淋漓盡致 宋觀瑶天青又荷花紋盤 宋代觀瑶工匠設計 這個天青又荷花紋盤的估值高達1800萬美元 是觀瑶青瓷中的精品之一 盤子上的荷花圖案栩栩如生 宛如盛開的花朵 傳說中 荷花是中國文化中的吉祥之物 象征純潔與優雅 這個盤子以其天青又和精湛的繪畫技巧 成為中國陶瓷藝藝術的瑰寶 元代龍泉青瓷握牛文碗 由元代龍泉堯工匠設計 這支握牛文碗在市場上的成交價高達1200萬美元 是元代龍泉青瓷的傑出代表 碗中躺著一隻栩栩如生的牛 象征著富饒和豐收 根據傳說 這樣的碗 常被用來祈福盟業豐收和生活富裕 龍泉青瓷以其樸實的風格和獨特的幼色 一直以來都備受陶瓷收藏家的追捕 明宣德幼理紅花繪文梅瓶 由明宣德宮廷工匠創作 這款幼理紅花繪文梅瓶 在拍賣市場上以3400萬美元成交 成為明朝宣德瓷器的代表之作 梅瓶上的花繪文是 采用了精湛的幼理紅工藝 每一朵花都栩栩如生 彷復隨風搖曳 根據傳說 宣德時期的瓷器 因其獨特的設計和高超的製作技藝 而備受皇室崇拜 清康熙青花蝙蝠紋梅瓶 由清康熙時期工匠設計 這個清花蝙蝠紋梅瓶的市值高達2600萬美元 是康熙時期青花瓷的傑出代表 梅瓶上會有藍色的蝙蝠圖案 傳說中蝙蝠象征好運和幸福 康熙時期的青花瓷器 以其繪畫細膩和幼色深色著稱 這個梅瓶成為了收藏家們追逐的焦點 唐代三彩馬塔菲燕碗 由唐代陶藝將設計 這批馬塔菲燕碗 在最近一次的拍賣中以1100萬美元成交 是唐代陶瓷中的真品之一 碗中會有栩栩如生的馬塔菲燕圖案 傳說中是為了祈求出行平安和順利 唐代陶藝以其獨特的三彩裝飾而著稱 這個碗成為古代藝術和工藝的傑出代表 宋觀瑶天青又葡萄文盤 宋代觀瑶工匠設計 這個天青又葡萄文盤的估值高達2000萬美元 是觀瑶青瓷中的傑出之作 盤子上會有豐收的葡萄 寓意著富饒和幸福 觀瑶青瓷以其深邃的青色右面和精湛的工藝 而備受青睐 這個盤子是中國陶瓷收藏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元代龍泉青瓷花卉文瓶 由元代龍泉堯工匠設計 這支花卉文瓶在市面上的成交價高達1300萬美元 是元代龍泉青瓷中的瑰寶 瓶身會有各種絢麗的花卉圖案 傳說中每一種花都有不同的寓意 龍泉青瓷因其簡卜的風格和深邃的幼色而備受讚譽 這個花卉文瓶成為了陶瓷收藏家們追逐的焦點 明嘉靖五彩花卉文瓶由明朝宮廷工匠設計 這個五彩花卉文瓶曾以3000萬美元的高價成交 成為明朝五彩瓷器的代表之作 梅瓶上會有栩栩如生的花卉 傳說中每一朵花都代表著不同的寓意 象征著吉祥和繁榮 嘉靖五彩瓷器以其豐富的色彩和繁复的紋式 而備受宮廷寵愛 謝謝觀看 請點贊並訂閱Positivity Channel 下期再會